足球球阻调 感谢大家 欢迎收看足球豆调 今天是由拍大巴为大家报道足球最新资讯 今天的第一宗审问是关于利物浦 利物浦的領隊高普很想收購李爾的逆風Nikolas Pappé 甚至說可能會把沙嵐賣走都未頂 這是Court Offside的報道 詳細內容是說這位比比在Lead 1的比賽裏 幫助李爾贏得第二 亦入了22球11個助攻 在38場比賽裏 根據Daily Star說 利物浦已經接觸了這位24歲的球員經理人 亦說可能是7000萬磅的收購 亦很大機會成為高普今個夏季的第一收購 另外Lytane Sport另一個媒體的報道 就說高普這位德國領隊 甚至乎願意犧牲沙嵐在利物浦賣出去 都要賣到Pappé給球員 亦同一個媒體 亦同一個媒體 Lytane Sport說高普和沙嵐的關係 據報道已差了這幾個月 亦說黃馬亦有少少聯繫 與這位埃及球員 另外Independent 亦都報道 在班牙貝那邊 即是黃甲馬德里 有興趣簽這個沙嵐過去 亦都間接令到 他和利物浦的領隊的關係 有少少緊張 另外亦都說 Pappé絕對有利物浦踢球的質素 但是呢 利物浦的支持者會不會開心 如果知道沙嵐要離開的話 這就是一個未知數 沙嵐今年完成球季 連續兩年獲得金虛獎 在今年利物浦獲得歐聯賽事 有了一個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 他是有入球的 在決賽對而遲那場球 這位26歲的球員 是高普的正選陣容裏 一個非常重要的球員 就算這兩位朋友 有少少不開心的事情 其實都很難預計到 沙嵐會離開利物浦 Independent 就說 利物浦最好可以收購到拍比 因為他暫時都未證明到自己 在一些重要的球會 大球會裏面發揮到一些影響力 所以這個轉會 暫時來說 都是相當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今天第二單的新聞 就是METRO的報導 關於迪列治 根據這個河南的報紙 The Telegraph 就說 法甲的冠軍 即是巴黎聖日以門 暫時就給到 迪列治最好最吸引的 財政上的一個 吸引他來轉會 迪列治的經理人 Mina Raiola 亦都據問 其實他自己亦都說 不是的 就是跟這個 PSG的體育總監 Entero Henrik 在巴黎 見過面 甚至乎 巴黎聖日以門 甚至乎 請了 迪列治的女朋友 Ann Key Molina 和她的母親 Christiane 去了巴黎 他們兩個 去到巴黎之後 就有一個巴黎的城市 之遊 全部都是一架 遮蓋了的車 因為不想被別人拍到 亦都去了 看樓 去巴黎看樓 這樣 所以有些媒體 就說 會不會這樣令到 迪列治已經決定了呢 但是 Metro就說 之前 迪John的女朋友 Mickey Kiamani 都是有個同樣的對待 也都 飛了她去巴黎看樓 但結果 迪John 就選擇了巴塞隆拿 這樣 即是說 就算 飛了她的女朋友 和她的母親 去看樓 都不代表 迪列治一定會去巴黎 是聖日以門的 接著這宗報道 就是MIRROR的報道 就說 曼聯非常有信心 可以簽到 紐卡蘇的中場 SON LONSTARF sorry SON LONSTARF 價值2500萬磅 蘇斯克查 即曼聯的領隊 剛剛簽了1500萬磅 Daniel James 從史雲斯那裡 簽了回來 是一個重建的狀態 這位紐卡蘇的中場 LONSTARF 其實之前已經重申了 他在紐卡蘇很開心 但是 現在據報道 曼聯都頗有信心 可以找到這位21歲的球員 來幫忙 始終在紐卡蘇有一些不定的因素 因為可能球隊就會逆手 逆手之後 究竟斌尼迪斯仍然還是他們的領隊 暫時這些都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和不穩定性 原本 以為 這些是令到萬聯 去做這個收購有利的因素 LONSTARF 21歲 出場了11場 在賓尼迪斯管治之下的紐卡蘇 但是 他在3月2日 有受傷 之後也沒有再出場 在球季尾端 即是球季尾端 所以 雖然他現在受傷 但是 蘇斯一查 看到LONSTARF 在長遠 是幫助萬聯的 所以 也很希望 做到這個收購 這班報道 就是關於 我們早幾天都報道過的 夏薩特加盟了黃加馬德里 今次的媒體就是Business Insider 他說什麼呢? 就說 1億3千萬磅 的收購 其實就加上很多加上才是 由車路士轉換去黃加馬德里的夏薩特 剛剛就在5萬個球迷 在班牙背球場 歡迎他 星期四的時候 夏薩特一般來說 在車路士或者比利時國家隊 都是穿10號球衣 據問 這位28歲的球員 當時還未知道 他去到黃馬穿什麼球衣的時候 他曾經經過一位 共同朋友 即common friend 問這個世界足球先生的得主 莫迪 可不可以給他一個10號球衣 但是很可惜 他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No 因為莫迪已經在黃加馬德里六年 六年都穿著球衣 夏薩特在訪問中說 我曾經問莫迪可不可以給我一件球衣 因為我們有個共同朋友 就是高華碩 即是黃加馬德里 今年借了車路士那位球員 他就經高華碩問 莫迪可不可以給我10號球衣 那是12號球衣 那 teeny 這麼樣 29 我就當作作笑 問他可不可以借10號給我 他的答案就是 No 所以我想要找另外一個個人区 但 şimdi 那個10號號號號 好 今天的最後一則新聞 也是廣東王的號號號 片段的報道媒ET是GIV él Seoul 好 大家可以看看畫面 這位年輕人是日本美詩的Takefusa Kubo 是一位18歲的前鋒球員 有趣的地方是他剛剛加盟了王家馬得利 但他之前已經踢過巴塞 所以18歲之零已經踢過黃馬 也踢過巴塞的青年群 這位年輕球員是由FC東京轉到王家馬得利 明年應該會在王家馬得利的B隊作賽 在官方網頁 王馬形容這位Kobo球員是其中一個最有潛質的年輕球員 在世界足球上高 王家馬得利就贏了巴塞 在爭取這個球員的加盟裏面 根據西班牙足球記者 Samuel Marsden說 王家馬得利很想簽到日本的角角 對不起 是巴塞很想簽到 但結果Kobo就選了王家馬得利 因為在財政上高 以及在體育上高的承諾 王家馬得利都比巴塞龍拿多 剛剛這位球員被冠軍 日本美師的美譽 以及AS這個媒體說 除了巴塞和王馬之外 萬成、拜仁姆尼克和巴黎聖日以門 都很想簽到這位球員 好像剛才所說 他理論上 未來的那一年 應該會在巴卡B那隊比賽 他也在2015年之前 其實 對不起 在2015年 他曾經在巴塞那裡踢過 但是因為 在國際足協 罰巴塞 簽這個年輕球員的情況下 他就走了 OK 所以來說 這位球員 大家認著他的樣子 遲些 會踢成怎樣 會不會很快就由巴卡B Sorry 不是巴卡B 是王馬B 遲些就會升上王馬A隊作賽 大家就 可以拭目以待 這樣 今天的足球頭條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如果喜歡足球頭條的朋友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更重要的就是 分享給你喜歡足球的朋友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